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亲爱的小伙伴 下周呢 我们将开始共读 全球顶级投资人 瑞达利欧的著作 《原则》 这本书凝集了瑞达利欧 60多年的人生总结 在书中 它列举了21条大原则 和数百条中小原则 它的详细和全面程度 看比一本人生向导的百科全书 是一本 具有超高密度的知识宝库 通过阅读原则 你会以另一种思路 去面对生活 以一种简洁的方式 去看待生活 管理 经商和投资 并将它们系统化为 一系列的准则 便利你的生活 接下来与您分享 领读人的推荐 真正优秀的人 都善于自我反思 对痛苦的认知 是瑞达利欧著作 原则的核心观点之一 他强调从痛苦中学习 他还专门写了一个简单的公式 痛苦加反思 等于进步 瑞达利欧建议我们 要迎接 而非躲避痛苦 要接受严厉的爱 达利欧是个对冲基金投资人 在投资上 他赚钱的次数 比亏钱的次数多 但他还是说 我现在只能回忆起 那些失败的交易 毫无疑问 他是在强调 要从错误和痛苦中学习 当我们不愿意看到问题 任由问题存在 而不解决时 就是我们停止生长的时刻 对于错误 瑞达利欧提倡 极度的头脑开放 这是为了看清现实 在现实基础上 做出完善的决策 而有的人 头脑封闭 无法摆脱旧习的禁锢 没有能力看到真相 在达利欧看来 阻碍我们看到真相的原因 都在我们自己身上 一是我们的自我意识 我们过于自大 而看不到现实 而是我们的思维盲点 总有很多东西 我们天然地看不到 那么我们怎么克服 自我意识和思维盲点 这两个障碍 做到绝对的头脑开放呢 瑞达利欧提出了 在我们的思维模式中 要从说我是对的 变成问自己 我怎么知道我是对的 在原则中 有一句十分精彩的话 要么进化 要么去死 进化是宇宙中 最强大的力量 它是唯一永恒的事情 它驱使着所有的一切 也正是因为如此 瑞达利欧在这数十年间 不断地督促自己进化 从失败中不断地反思 最后总结出一系列 被实践证明了的原则 可以说原则是一本 从实践到理论 从失败到成功的 管理学经典 瑞达利欧的一生 堪称传奇 八岁卖报赚钱 十二岁开始炒股 青年时放荡不羁 二十六岁 因为在公司年会上 请脱衣舞女伴跳舞 而被开除 然后在两间公寓 白手起家 瑞达利欧成为了 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 桥水基金的创始人 华尔街的传奇人物 被称为是投资界的乔布斯 即使在对冲资金 普遍亏损的情况下 由于大量投资 美国和德国国债 瑞达利欧的对冲基金 在2011年 获得了约20%的 投资汇报率 经过40多年的传奇经历 瑞达利欧 打造出了史上 最大的对冲基金 甚至超过了 金融巨额索罗斯的基金 掌管的资金 超过1500亿美元 是世界首富 比尔盖茨资产的两倍 瑞达利欧的一生 充满了波折 从因为过度自信 从千万富翁 到一贫如洗 晚年也因为 没有深入理解 公司治理中 制衡的意义 而导致公司管理 陷入混乱 每个人都会犯错 但人与人之间 主要的区别在于 成功的人 善于从错误中 吸取教训 瑞达利欧将生活 和工作中出现的 各种错误和失败 总结成为了 500多条原则 分为生活原则 和工作原则 两个大类 同时 本书配合达利欧 多年来的各种实力 和感悟 告诉我们 如何避免失败 如何在生活 和工作当中 做出最佳的决策 通过阅读原则 你会学会 反思自我 成为塑造者 帮助自我进化 原则分为三部分 介绍了作者的人生经历 生活原则 和工作原则 接下来 我将本书 拆分为七个主题 与大家进行 为期一周的共读 第一天 生命总有挫折 但那不是尽头 第二天 认知偏差 正让你越变越蠢 第三天 管理好情绪的人 离成功不会太远 第四天 你只是假装 在努力工作 第五天 对待错误的态度 决定了 你的人生层次 第六天 人品 才是职场的硬通货 第七天 凡事亲力亲为 你将什么也做不好 明天 我们将开始介绍 瑞达利欧传奇的人生经历 了解他如何 从被公司开除 变得身无分文 到一路开挂 一手打造了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公司 的人生经历 希望你能从这本书当中 获取你想要的答案 让正处于 人生困恶纪的自己 充满向前冲的动力 欢迎您关注 微信公众号 三零五读书 和我们共读这本 原则 我是潮雨 明天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野生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